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学人问 如何是西来意 所谓西来意 就是达摩祖师来到了中国 他为什么来呢 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禅宗出祖 是由达摩所传 他来到了中国 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 来了之后呢 见到梁武帝 这几句话交谈 就不相应 于是 到了 北边 一尾渡江 到少林寺的后山 山洞里 去静坐 一坐九年 然后就 把法传给断臂求法的二组 二组传给三组 三组传给四组 到了五组 传给六组的时候 就传法 不传依 从此之后 这法 就一花开五叶 以至于 现在 那当初呢 达摩祖师来 在 整个中国啊 可以说 是找不到 一个传法的人 遇到这个梁武帝呢 就因缘 不具足 接下来呢 天下之大 要传法给谁啊 最发心的皇帝 就是这种程度 那他传给谁 所以一坐九年啊 这中间 等于是 一直是没有姻缘啊 所以大家呢 就 在讨论啊 当初这个 达摩祖师 到底是 合意啊 天理条条来 对 一坐九年 这九年当中 没有这传法嘛 他这样子 年纪那么大了 那如果九年 都没有坐围 一般呢 还不如什么 还不如他就留在印度 晚一点来嘛 那印度还很有作为啊 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听到达摩祖师要到东土 这皇帝啊 这皇帝啊 还很痛苦 他说我到底是犯了什么过失啊 我的业障怎么那么重啊 那边的人怎么这么有福报啊 这到底是怎么姻缘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伟大的大师 他捨弃我们这些虔诚的信徒 然后到东土去弘法 如果一见王知道啊 他的俗父 大摩祖师来到中国 是得到这种对待 恐怕这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整个国家对国家的事情了 但是呢 这是当时的情况啊 的确是 有这个玄机在此啊 所以大家就在想 如何是希莱裔 这究竟这祖师啊 他来到了中国 从西方而来啊 他的意思 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就在讨论这件事 如何是祖师希莱裔 那灵济益玄呢 就回答 若有益 自就不了 如果他有那么一点的 这叫什么 想法 心意识 他有那么一点的目的 我们今天的学法 也是远道而来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意图是什么呢 你的意愿是什么呢 意见又是什么呢 如果啊 有那么一点的意 那的确 会有障碍啊 什么障碍 这讲自就不了 就没办法自觉 我今天呢 是为什么而来 我图什么 图名 图利 图财 图色 哎呀 这个来了 他不见得是得得到 名利财色得不到 图一个开悟 不见得得到 为什么 来传法 没有那个心 一般人听到这个 就想 哎那你都没有目的 那为什么最后 还有 二主还得到你的真传 表示你是有想传法嘛 那你有传法的意 那这就是你的意呀 那你说没有 那所以呢 哎这就矛盾 为什么二主会得法 他得的法是什么 云和二主得法 那说 这二主得的呢 是不得 得者是不得 所以他得到什么法 他得到什么 哎大家知道啊 这二主啊 他说 我心为您啊 起失于安 我的心不安 我想要安心 最后他得法 得什么 达摩祖师说 他得的是 精髓嘛 辱得无髓 但是他得的是什么呢 哎就是 密心了不可得啊 所以他得到的那个法 是不可得 他因为明白了不可得 所以他得法了 所以如果呢 你有得到一个什么呢 有的人说 我有得到师父的衣 波 有没有 真传 有吗 你有得到那一件衣吗 你有拿到那句 那个波吗 有啊 每个人都有 所以人人都有 哎你去授戒就有了 你来授三规五戒 你就有一件慢衣 这是你的衣嘛 去授三壇大戒 你就有三衣 有瓦波 这个三衣瓦波啊 你如果要讲像 这些到处都买得到 你定做就有 但是呢 你如果要讲那个意义啊 你为什么能得 因为你得到的那个法嘛 那你得到的那个法是什么法 叫做不得之法 不要执着之法 所以所有的法呢 到底是有得还是无得呢 嘿嘿 这件事情 就你得了 得到一个不得 所以得者是不得啊 那这个人就问哦 既若不得啊 云和是不得的意 就是 那如果叫做不得的话 请问什么叫做不得 不得的意义是什么 不得的意是什么 你看不得也有意 所以不得也有意 他说如果呢 如果啊一直讲不得的意啊 那其实啊 这个就是 不了解不得 那我们就来讨论什么 讨论 什么叫得啊 为耳向一切处持求啊 心不能歇 为什么学法 你真正的得法是不得呢 其实就是狂心顿歇嘛 那因为我们以为要得一个什么 所以就一直怎样 一直追求 一直持求啊 向哪里持求呢 各式各样的求 我要求到开悟啊 我要求到明白啊 我要求到啊 修得很好啊 我要求得度很多众生啊 结果呢 这些都是有违法 这心啊 就在有违法上啊 转个不停 没有休息啊 心不得歇 没有休息 那没有休息呢 你有得到什么吗 有 你得到一个疲劳 得到沉劳 沉劳 就是烦恼啊 课 沉 烦恼 那做任何事情呢 如果你是用这种想法 你就每天就想退休 或者是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做 这感觉好像很累 那你这个很累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用求的方式 持求 所以你会厌烦 那个居士呢 跟我讲啊 他说啊 这个师父啊 我现在 已经好像什么都有了 那我现在呢 啊 觉得好无聊 人生好无聊 已经不知道要求什么了 该求的都求到了 沉劳就 就开始很无聊 每天呢 就好闲哦 所以啊 人要有信仰 才不会没事做 啊 那还好我学佛 要不然呢 哎呀 我这个世间的名利财色 我都已经求到 觉得很无趣了 这些都有了 然后呢 好 那 但是呢 这是有福报的人哦 讲的话 有福报的心想事成 什么都得到了 那 他就开始觉得很无聊 因为 这世间所有我境界嘛 但是呢 没学佛啊 的话 就是这些东西 再玩也玩不出什么 心打样 心花样 那 怎么办呢 那学佛啊 是做什么啊 哎 学佛就是 练习 这个 哎 追求一个 不求 得一个不得 哎 这件事情很妙哦 那你说 师父 不会呢 我都觉得人生很不无聊 那因为 现在就还在那边团团转嘛 什么都求不得苦 哎 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多 但是也很 嗯 也 也好像还差强人意 所以你就还有趣味在 那 那 很多人呢 其实是 知道他有尽头 啊 也不一定就是 得到所有世间的一切 而是 他看到了 极限 看到了有生比有灭嘛 所以他看到这有违法的虚妄性 有违法的 啊 不真实 所以他开始呢 去省思这件事 啊 那这就是 为什么 达摩祖师 以及所有的祖师大德啊 啊 他在这个修行 到底在修什么 很多人不明白啊 出家人 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过得很舒服 可是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然后每天累啊 忙啊 还修那种极端的苦行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到底要得什么 得什么呢 做什么事情 好像也没什么 哎 这个 血本无归 是不是 也没有什么 得到什么 有名啊 有利啊 那到底是什么 那名利双收 难道是 出家人想要的吗 修行人想要 好像也不是 所以呢 就不能够理解 不能理解 那这个人呢 有在问啊 他说如果 你要得到一个 是不得的话 那什么叫做不得呢 然后 易玄啊 就讲啊 向一切处持久 心不能歇啊 哦 所以啊 祖师就说啊 剁灾 丈夫 啊 将头 密头 是不是 哎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将头 命头 什么意思 你 已经都有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求呢 是不是 你有头吧 那你的头 你还要去追头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 就是眼若达多啊 愣眼睛里面呢 有一位美男子 叫做眼若达多 他每天啊 喜欢照镜子 觉得自己很美 很庄严 那有一天啊 他在顾影自怜的时候啊 突然想 哎 我的头在镜子里面 那 请问 我的头不见的 啊 我的头啊 啊 这镜子里面 那我的头呢 我头上没有头啊 啊 所以这就疯掉了 要出去 我问 人要头 我把我头来 我要把我的头推回来 你要知道 哦 这镜子里面 那个头啊 是椅子吗 你追求 追求这个影子啊 哎 始终求而不得 追不到啊 为什么 因为它是影子 所以你在这一切世间的 有违法当中的追求 你追不到 因为它是影子 梦幻泡影 啊 然后最近有人啊 很红 啊 席卷台湾啊 哇 大家全世界 很风靡哦 哦 那他能风靡多久 不知道啊 是不是 三年五年 也许 三年后 五年后 又另外一种流行 啊 你这个到底流行的 这个是真实吗 啊 那你迷恋的 这个是真实吗 那其实呢 你不用去追求 因为它是影子啊 梦幻泡影 但是 为什么不追求 因为 因为你本来就有 你头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的身体哦 从来没有失去过 啊 那你没有失去过 一切都有的 打富翁 结果跑去外面 到处当乞丐 是不是很颠倒 对 很颠倒啊 所以 祖师就讲啊 舵在丈夫啊 江头 密头 你怎么会把头 你已经有头了 你要去找头呢 啊 所以啊 要怎样 而言下便自 回光返照 更不迟求 只身心与主 佛不别 当下无事 即是得法 这个方明得法 这是 这个很重要哦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 明白这件事 当下 言下 就这句话一讲完 你何必头上安头 江头 密头呢 你当下就 哦 懂了 不假外求 回光返照 哦 不再持求 就安住在 本来就具足的 这个心 这心啊 是 跟佛没有差别 跟祖师没有差别 哇 无事一身心了 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为了要追求一个肯定啊 追求一个成就 啊 你求而不得啊 烦恼啊 求得了啊 有一天会失去 啊 你没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或者是呢 你刚好呢 得到了大家都想得的 哈 你就被扯下来了哦 啊 你就变成了 纵使之地啊 啊 大家嫉妒啊 攻击啊 啊 说风凉话啦 乃至于呢 想办法啊 扯你的后腿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啊 在江湖当中很险恶 随时都 很难走 啊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哦 你只要追求的是 大家都在追求的 一窝蜂啊 你就生多粥勺啊 那你就追不到 吃不到 尝不到甜头啊 你为了要得到最厉害 哎呀 不惜沙红的眼啊 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啊 为了成功啊 树敌 没有必要啊 你这个必要啊 又不行啊 那你造了业也不行啊 那你不造业呢 我不求 结果是loser 是输者 因为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你怎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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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 假装你不想要 啊 是不是 因为没有能力得到 啊 那就变成酸啊 酸葡萄 所以既不是啊 这个造恶业啊 也不是酸葡萄啊 怎么办 你要知道啊 哎 我不假外求是 因为我一切具足 啊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 最富有的大富翁 啊 所以 世间的富翁 我真心的不羡慕 啊 真心的不羡慕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很羡慕我自己 我自己实在太棒了 当下无事 我跟佛没有差别 我跟祖师没有差别 我不要自卑 没什么好自卑 我都很自卑 哎哟 你怎么这么优秀 哇 师父很看重你哦 像我啊 我都怀才不遇 所以如果是这样 你就很傻了 当下无事啊 没事 你没有必要啊 因为每个人都很棒 每个人都很棒 这样子呢 你就明白了 这个叫做得法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 为什么 因为没有得比 每个人都读一五二 你到底要怎么比 是不是 比来比去啊 哎呀 你都不是正确的比啊 这就是攀原心 攀原心呢 在这个分别计较当中 心不能歇 停不下来 不能歇呢 那你就得不到法了哦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自家宝藏啊 好 这是非常重要 这才是真正的吸来意 主持大德呢 教我们这个啊 其实不是教我们不求 是教我们知道啊 这个不假外求的这个啊 他是不妨碍我们做有违法 你只要明白 不是我什么都不做 装作开悟 这也没有用 因为什么都不做 你还有业障 还有烦恼 还有很多的计较 你只是呢 因为是输不起 所以就假装不要计较 其实心里啊 计较得很 那这就是啊 一个让自己很疲劳的原因啊 所以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这是当下无事的主持 吸来之意 这才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歇 歇集 菩提 1 2 5 7 empt 6